大家好,我是宝妹 欢迎我们收睇响亲的朋友 收听我们一百空气泥 这位三十一号 礼拜三 以为是阿宝老师和宝妹在这里 为你所谓的主持 两点钟的新郎保险 来,今天是星期三 今天是我们 这位分主要的一天 那是在过期的泥头 当然现在是不要说这个 这个比较敏感一点 过期的泥头 今天或许大家会放假一天 但是逐中我们改 改所谓的周秋日之后 已经很久没休息了 好了,或许大家也已经淡忘了 其实那件事也不是很重要 不过,不管说是不是休息日子 做事的人其实没分 什么?日子 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就是要做 不然是白天休息的时钟 我们不一定会休息 但是白天没赢的时候 我们不坚定会没赢 所以做事就是有一段时间 会比较属于浓忙时间 会比较属于忙碌一点点的这个时间 所以不管怎样 总是希望说 想去旁边这些听众 在我们现在天色比较容易暗的这个情形之下 工作也是照常做 但是休息的时间也是同样要休息 阿伯老师好 大家好 来,今天是我们春月份的最后一天了 时间在过很快 但是今天这个天色 今天这个气候 今天这个温度 真的有一点点feel 什么样的feel 就是照理来说 我们觉得是冬天的感受 但是这两天应该是受到这个浴吐 浴吐来影响到 所以气候啦 包括在我们的温度部分 有一点点稍微的转变 那这是还好 听说薄薄会比较难 但是在那儿的阿伯老师 你要记得穿暖哦 温度有没有下降呢 我是感觉说该吃药就要吃药 这个很多人认为说 我高血压自己的好气 这不会啦 高血压不会好 高血压只能慢慢控制 有的人说 没有要紧啦 这本来年纪比较大 血压怨是正常的 这不对啦 我们老公 到七十岁的时候 人的血压都在百人 一百空那里而已 所以不是说 这个人年纪大 阿伯老师就会很高 所以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天气在变化 这早晚还是有点点凉 稍微的 你就要多少它穿好烧 不过现在这个 这两天可能很多好朋友 觉得奇怪 不是这个天亮好的秋 改成这个温度 尤其日式好像也没有太低 当然 这个东北季风有下来 但是呢 不是说太强 没有特别的强 所以呢 因为这个淡白几风 没说是很强的 节节关系 所以呢 这两天呢 应该是有三天的这个时间 我们会收到这个淡白几风 跟到这个热带性地气压 就是我们来说的这个风胎 因为这个风胎 这个外卫的这个宽流 但是现在这个风胎 已经慢慢慢慢 又开始 会强烈 现在到中途 啊在非力宾那边 那边在那边 那边都没叮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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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一个好事 有人说这风胎到底是来还是不来 他在那边都没叮咚 他在那边都没叮咚 代表就是说 他这个两空气呢 稍微化解的这个阻动 所以他要想要往北来呢 当然有这个出色 要往北 但是呢 啊这回不来 所以他在那边 那边就这样呢 这个热风头淋风 啊 他主人呢 这个啊 风了一个 这种风胎的这个窩流 这种咖在那边就越咬越没力 啊越咬越没力 啊 这个是应该要注意 要注意的这个就是说 天气呢 啊 有一点点的这个变化 在那里啦 就是说天气呢 会稍微有一点点 啊 比较较大的这个变化 所以呢 可能就是说 要特別小心 因为呢 风胎 啊 虽然里咱有一点点的既利 啊 但是呢 啊 附近的这个天气的消化 有一点点的这个複雜 所以呢 啊 应该 尤其这个风胎 上冬接近的时候 哦 就是在礼拜五这家家啊 啊 尤其礼拜四的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过岛过了呢 有可能 撕一刷的这个火灭啊啊 啊 拜古这个拜古拜浪呢 都有可能啊 会下一点点雨 但是这个火呢 不说很大啊 啊 所以如果说有要出门的这个好朋友呢 啊 可能就是这个雨季啊 这个啊 改造好色啊 这个出门的时候呢 应该就是说 嗯 稍微 稍微 好一点点哈 啊 这可以在这里 让我们听众朋友呢 还要稍微 就有这些参客啊 就是说 啊应该要稍微 注意到 这很要紧 很要紧的这个地方啊 啊 好啊 这是有关 风胎对我们的一个 微观这不知道有影响 不当然 直接的影响是没有 啊 但是呢 啊 没很大啦 不可以说没啦 因为现在这个风胎的 变化 很 很複雜 但是呢 呃 可能金融哦 金融这家有 一点点的这个影响 但是这个影响不大哦 啊 一般来说 他可能 因为这个这个 现在这个速度很慢的 啊 以这个 木权 这个移动的 这个速度哦 啊 一点点 这个 十四公里 啊 这个风胎哦 如果怕了 凶 啊 如果是这个 在这个 回到我们社会的时刻哦 他如果很快 就随便回到 那种风胎很恐怖哦 啊 如果是回到我们社会的时刻 在那里 蛤蛤蛤蛤蛤蛤 蛤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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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所以呢 啊 现在就有其中的一个 这个可能性哦 所以啊 目前 啊 目前 可以看起来 啊 应该在这 可以让我们好朋友 稍作一个 这个了解哦 这个大概呢 啊 应该是没什么 那种的这个问题 比较正硬啦 就是说 有点点落后的这个机会哦 啊 这个啊 其实翁尼啦 翁尼啦 翁尼 我们所有知道到 在这个立冬的时候呢 啊 正常来说哦 在立冬这个时候呢 都有稍微有点的这个火水哦 啊 所以 在差不多这个时间啊 有人说 现在就在说立冬 立冬 立冬是9月6号哦 是 啊 今年呢 这个立冬呢 是 7号哦 7号哦 11月7号 国立的这个11月7号哦 啊 刚才好 我们呢 这个高月底啊 啊 这个 浪力的这个高月底啊 啊 在同胜翁尼哦 就说 在啊 这个 这个附近啊哦 立冬这个附近啊哦 立冬这个附近 啊 啊 所以呢啊 在这种 環境内内 你如果是说 呃 这个 尤其像 啊 一些作物 啊 像 刚才 针下去啊 这站 大家在 在 啊 啊 它 草莓 也很害怕 这种火的哦 这 就是 贪汁病 就是 啊 運動客观 一些 还有这个 清枯病的这些问题 在这里哦 所以这一定要 真 啊 真 注意哦 所以这在这 讓我們好朋友能夠了解 還有就是現在這個時候 這個規制是什麼東西最適合白油 這個大白油 這個東西應該是差不多在 光富節的腳踏在這裡 公學生港後 這個油是一個很好的時間 近年這個白油最適合的水準 所以給朋友說 因為阿婆很喜歡吃這種東西 很多人說 我吃骨髓沒有油 所以我不能吃油 不能吃葡萄 不能吃葡萄 現在怕死 其實是不能去用這種 因為阿葡仔有在喝一種葡萄柚汁 葡萄柚汁很多 你這樣配油 這當然是不好 但是你如果不是不吃這麼多 這個油吃下去過半小時 其實也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 所以不可以自己嚇自己 所以這在這裡也是跟我們 提交朋友做一些提示 所以現在這個渣暗的這個運動 其實下了一點 可能我們都會覺得有留的比較涼 尤其知道如果我們出門的時候 差不多20度 20度那種運動 確實是有感覺有一點點 所以這應該要小心注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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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應該要小心注意到 這很重要的一個地方 提供給我們公眾好朋友 做一個參考 好來 63386-01-6338-601 這是我們現場的COIN專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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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希望歡迎我們上級 購買的鄉親 如果是在競爭的部分 主宰使用上 你有任何疑問 不清楚 沒有了解的 都可以跟我們的COIN專輸 633-8601 外觀市的朋友請你來控 當然 有完 還是要把我們的好朋友拿去 拜他到 105 會補 這兩點鐘 你可以讓多加利用 好啦 來 接著來看一些 聽友的一些問題 跟阿爸老師呢 到底來跟他們關心一下 我們也歡迎 我們想去旁邊的聽眾 隨時有不清楚 沒有了解的事情 就是跟我們的COIN專輸 來修仙來看 我們聽友 我們來看一下 聽友 聽友這個 沈茂榮 Omagica 562 562呢 我們問阿爸老師 這個 異動 他的效果是怎樣 包括呢 還有小黃瓜 得到的是什麼白 來 這個 我們有的說 異動 很多人說 阿什麼是異動 就是說 一個 頭子 生到實在玩家 賣賣賣賣賣賣 但是呢 他就是 你看到 他有一個這個 這個 這個角角的 所以有的人說 叫做角頭 但是我們在說的 有很多人在說角頭 是在說這個 秋葵 但是 秋葵 不是豆子 所以你其實 他不是豆科 所以你說角頭 這種名字 就合了 比較沒有糖 那麼好 我們在說的這個 異動 異就是翅膀 有膝 所以 你這樣想 就知道 那個豆子 有一個哪種 有膝 這種的情形 所以 這種東西 我們有另外一個情侯 叫做關刀豆 關刀豆 所以 有時候 有一個不一樣的 一種 這些名稱 也有人叫 翻證 這麼多名 你先知道就好了 這是一個 所以 這個 豆子裡面 比較壓性 所以 比較熟 這個 野性 有四個黏 那個豆子 那個豆子 有四個黏 炒起來很脆 我個人是因為 這個東西很好 只是說 我們豆子 所有的豆子 都要食量 譬如說 土豆 土豆 其實食量沒有很愛吃 但是 那個量 不能吃太多 譬如說 你不能 我豆腰要吃到肉 這樣 就比較多 有時候 有時候 有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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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 不會說 太爽快了 這樣 會怎樣 因為豆子裡面 有一些錢 所以 我們以前的人說 那個比較冷 還是什麼 這個 異豆 他在症的時候 有時候你看到 他的蝦子 怎麼生生生生 臀臀 其實 有的說 這可能 生生生 這應該是 受病 這個受病 生生生不見得 這很多 他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 這種 就是一種 我們一般來說的 他滿累的危害 就是說 這個 受病 受病 都通常 比較冷涼的 一個 量爽的 規則 就是說 他這樣 浮海市的白色的 這個瓶點 要瀑瀑 人類的 稍微精靜 這種 叫做受病 也會看到 他生生生生 但是他會稍微瀑瀑 所以 這有可能 是這樣叫做受病 如果不是這種情形 這不是 這個就不是叫受病 這很有可能 這個機會 他會囤囤 我們好朋友說 啊 不如常說 這個老休的一個地方 會這樣囤囤 涉水 沒有說 很好吃 這應該是 這個月滿 這種的 還是說 這個 世萬 世萬一般來說 在鄉下的 下表面 這種情形 或是說 這個 零碗 他通常 二點月滿 他會去吃 吃吃的 這個零碗 後面 他就看到 有時候 這個零碗 都是 尤其這個零碗 夜滿 都在較成熟 較成熟 一個零碗館 所以 他就吃吃的 就有那種 生生生生生生 那種零碗 因為他的生生生 看起來 很生 所以這有可能 是這個月滿 一個滿 一個危害 所以這人 例如 因為會到這種 會到滿 都是太過頭 陰 太過頭 通風拜 油後面 比較認真 跟轉來轉一轉 這個 例如說 你要用油 油一定要 這個 要比較膨 這個水要比較濁 這個大概 都有辦法 把這個 曲維條 一般來說 我們是覺得 有時候用油 你噴一鍋 這個就塑200杯 還是說 我們 講的 這個 有精製過的 這個魚精 那種東西 它很油的 有辦法 掉在這個油的 這個後面 這種效果也不錯 有的人去噴 噴200杯 這個 食用處 不是這個 兵促生 是噴200杯 去噴 這個效果 這通常是我們說的 這個 這個 蠻類的危害 不免 不免的一個 這個 夜蠻 這通常在這個 流行 你可以用這個 植物噴灑油 這種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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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處理你的 這個效果 應該是 相當的 這個 這個 大概是 這款 這個 提供 給我們照顧朋友 你可以做參考 這應該是一個 很簡單 就辦法把它處理掉 只是說 通風如果不好 在種刀子的時候 都要很細緻 你一定要把它抓好 他這個 很厚性 所以在種這種 異道 種這個 關刀道 有的人 我們很多名 我們種這種 還是說 這個 我們在種 我們在種這個 東西的時候 很重要 很重要 就是說 一定要在初期的時候 不能去 不能去 放肥 不要放肥 讓他很短 都沒關係 你就放得起來 就好了 開始有在生 如果有一個量 要讓他更進 更好吃 去駕養一順 這個效果 這個 最好的 這個好 這相當的有意思 一般來說 這個刀子 都可以當 得手 這個 豆子 都有很營養的 成分 所以 這是一個 很好 很好的 這個 東西 所以這在這裡 可以讓我們 好朋友 來跟他 做參考 這大概是這樣 進行 另外 就是說 他傳過來 這個 小黃瓜 小黃瓜 的一個 一個 看起來 超大連 這種 這應該是 和 葉子 疫病有關 就是說 就是說 德索 我們在看 因為 你如果是 這種 這個 鹿菌病 一角一角 一角 你看到一角 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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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到疫病 這代表 是什麼 這個 小黃瓜 回歸 最好 不要 不要種 那個 平 平 你像菜鮭 我們大平 沒什麼 因為那種 蝦子 沒有什麼 但是小黃瓜 對這種回歸 對這種蝦 對這種蝦 很敏感 所以 你一定要種 如果要種蝦子 你如果讓牠種蝦子 因為蝦子 一顆一顆 不會燒炭 還不會 水 不會去調 不會調漏水 它就 比較沒問題 你如果把牠搭 那個蝦子搭 蝦子 像菜鮭蝦 這樣 一顆一顆 一顆一顆 都會感漏水 感漏水 不是漏水 就是蝦 所以這一定要 先注意一下 這當然 有時候 這個 應該 就是說 可以 去幫牠做一個 這個 當然用藥是一個 我們 這張 甘人說 我們用這個 化學農藥 是方便 但是不見得是 我們最好的解析酸 所以有的說 我用雅鈴酸 也可以 這也是一個好的方法 所以這裡給我好朋友 就做一個 這個 了解到 大致上是我們的經營 提供我們 這位觀眾朋友 做參考 好 來 633-8601 633-8601 這是我們 COIN傳算定位 在這裡 以往淮南 鄉親多家利用 來老師 繼續來看 這個李佳璇 李佳璇呢 她說她的這個 蒜頭已經 漲漏了 評評也已經 四三評了 但是最近 實際上很多土香 她認為說 想要請教 可以噴什麼樣的油 這很麻煩 怕油香 對嗎 土香是我們最擔心的 就是說 因為她這個東西 很難去處理 為什麼說她很難處理 難處理的這個原因 最主要 最主要就是說 她通常是有 土甲底 土甲底 有那一粒 糗精 這種東西 所以她在那裡 生來生去 生來生去 所以有時候 你上面 把她鑽石 這座椅 那個地方 又起來 對土香 來講 最好用的是什麼東西 這種 很多 其實最好用的 應該是 這個 叫做 加林塞 一本鞍炎 但是這種東西 我們在 不可以用 這個大致上 就不可以去使用 一般 就是說 在這個 這個 抄門子 剛起來 如果土香 如果不太大的時候 你可以用 這個 福濟普 就是說 你用這個 這部分 它的效果不錯 所以 如果不太高 這個速度要快 一定要快 你把他用 這個福濟普 有的人 是用 但是 這種有時候 你看 如果 這個 減少的 我們可能 就用福濟普 這個效果 應該是 應該是比較好 以前 我們會去用什麼 什麼東西 用 拌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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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這個 蒜頭 那種 沒什麼要緊 但是 現在這個東西 不可以用 所以你可能 就用一支 這個福濟普 稍微拌勺 這個應該 就有一定的 這個效果 我們 這個 因為這種 是熟 這個沙草科 所以 在這裏 就是說 這個福濟普 以外 我們像 一種 面書籠 白書籠 這種 但是這種 要害會比較 比較明顯 就是說 我們 沾對沙草科 有時候 要稍微注意 就有的 它不是 沾對沙草科 的一個 酸 對它 比較敏感 所以 在用 洗衣 不是說 不可以用 這個 我們在用 的時候 也是可以 但是 那些東西 很不適合 這種沙草科 但是在用 的時候 就是說 小心 注意一下 萬人 萬人 如果有 看到 這個 要注意到的 這個 要注意到的 這個 所在 可能 我們就是 可以 用 一點點 對 後面 過 我們去 噴 這個 釣水 還給 環圈回來 所以 如果 真正 如果是 很嚴重 真的 如果是 經驗中 的時候 白樹 龍 綿樹 龍 什麼龍 這種的 這些 這些 都會有它的 效果 但是 因為 它還是 草蟲子 剛出的時候 你可以用 一個福祉埔 尤其 它的效果 會更好 有時候 像 像 蚤子 比如說 像 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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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會發出 什麼叫做 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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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發達不應該發的地方 叫做蚤子 所以 這時候 原地是蚤子 但是 它發達 土地 在我們 不買的地方 所以 那也是 並做雜草 所以 一般來說 它這個土地可以用 所以 在這裡 我們可以稍微 來修用 所以 這一類 雜草蚤子 草蚤子 我們可以用 這種 例如說 免樹籠 去噴 一星期以後 它就會 使用 盡量 我們不要噴到 我們的蒜頭 萬年 如果噴到 抱歉 這個 釣線 它會用一次 這 應該就沒有什麼 這個問題 我們怕說它 又發出來 還是 我們就用一些 金草蚤子 這種 福祉埔 這也是算金草蚤子 他 這個 雜草蚤子 拓印 那時候 用福祉埔 這個蚤子 都還可以 這樣兩項 加州會 可能 在用的蚤子 比較好 萬人這麼多 這樣 這樣 可以這樣 做使用 提供給我們 這位觀眾朋友 做一個了解 好 來 6338601 6338601 繼續來看 這個菲菲媽咪 我問阿波老師的問題 這是她的 大黃瓜的蚤子 是怎樣 三四天前 她才有生 六坤蚤子 包括日本蚤子 但是呢 現在差不多 都是這種情形 有辦法救我 因為她本身是第一次來種 這個大黃瓜 所以經常聽老師說到 當心 包括所顧 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另外她要問說 佛麗家是要種青海苗 要什麼時候來種植 比較適合 什麼叫青海苗 不知道呢 青海苗我也不知道 我想老師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這個佛麗不知道 什麼東西 這個 有時候可能 跟這種 有相關的接觸 比較少 所以這個比較不知道 沒關係 這個我們 和好朋友 再討論看看 因為這有時候 我們說教學相長 教學相長 阿波不知道的事情 也是這麼多 但是呢 讓我看一次過 我們可能也知道 是不是 所以這個可能 就比較沒有什麼 這個 大黃瓜 大黃瓜 就是我們說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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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有時候 你可能是 嗯 那個 因為那個 洗起來 看不到什麼 很大的問題 就是 那個 整個都 都 操大操大 有的說 這個 因為你 就要睡 所以你洗油 洗下去的時候 就變成這樣 這個油 比較重 你應該是油 泡比較重 洗比較淡 這是我們 給你一個 建議 當然 心味 如果 有這種情形 的時候 你要小心 注意 假設心味 如果有了 整個 整整整都是 像 這樣子 操大操大 是不是要注意到 這個 是不是去用到石灰硫防合計 啊 這站的石灰硫防合計 它影響 這個 天氣已經不濃 但是也要洗漆 因爲 那種東西 沒有毒 不是化學農藥 但是呢 它 一定會做 這個效果 所以這個應該是沒什麼按 就是說 你如果看到這個油比較薄 會比較有炒打去的 本來我們就要加一兩油的性格 所以這不差 所以你不用擔心 因為上面的油是正常的 你滷溫的油就是不要洗得太濃 因為你可能洗得太濃 所以這差不多都是這時間 用的是噴油漿掉 或者你本來在流得多 洛粉應該是比較簡單 所以在這邊後一邊你洗油漿的時候 你可以放一些玉米樹 或者用一些釣水 尤其釣水在潔藥這裡的成分 不差 你可以這樣用 簡單來說 應該是可以做一個處理 所以這應該是在這裡可以給朋友了解到 另外就是說我們在說 你比較沒有了解說什麼是當心 什麼是收割 這個氣櫃也沒有收割 氣櫃也一般來說 我們就是會穿起來 一片蝦就有一個角印 有一個角印就是釋牙 國語說釋牙我們代語說角印 在角角邊邊角角發出來這個印 所以我們叫角印 這個角印出來一般就是說 這兩三四五六七八到第八片蝦 這家家哪有角印有花什麼 我們都把它收掉收掉收掉不要漏 火氣櫃後我們還會把它收到後面 就是說讓它更高一點 這個目標就是說 我讓它更高一點也更高一點 這有什麼好處 就是說為什麼要讓它更高一點也更高一點 這個好處就是說 它比較緊張 比較緊身 比較好 不要生孩子 然後就是說 這樣當然是對這個沒體比較不好 古早時代我們是沒有在做這個工作 就是說 每個聖逆地xyz可以去治 Henderson eta他就去發 生生的滿滿的也非常好 但現在這實在不一樣 哦 我們在爭這個枯佬也要 accomp 每一個櫃子條都要這樣翻證 就是一個比一個更糟糕 有時候這個也沒辦法 那天在農子站的時候 我們就位好朋友在說到這個問題 那些都阿伯也一樣害 跟隔 隔到大家都很厲害 所以這個大家都驚嘚驚 我說不是這樣 我沒有跟隔 別人也去學 不是說我們隔 隔到大家都那麼厲害 我沒有那麼厲害 所以這個台人圓榮 那人不是我太 但是這個方法我們一定要把它講到好色 因為比較有三良 明明七國在辦的時候 古早的那種政法就是 煮一個一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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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下課了 我們像會規矩這種政法 這兩三四五六七八 代表這個工藝都賣法 現在還有工藝就開始漏起來 工藝出來的一個工藝有時候 他的一條隔 來不先隔 有時候會跳脈 跳兩脈 他的一條隔 如果不隔 不隔就是祖曼 主要那條我們從頭隔發起來的這條隔 祖曼 他旁邊還生出來的就是側曼 這叫做隔壁 這叫做隔壁 我們大概是這樣說 這有時候是知道就好了 這個 在 大陸在說的民安語裡面 他們不是叫做隔壁 他們叫隔壞 隔壞 隔壞 那個壞不知道從哪裡來 我都不知道 那天鄉鄉聽到一個說叫做隔壞 他說隔壞 他說隔壞 是怎麼隔壞 還是說沒有啦 應該是隔壞 那個隔壞 所以連叫隔壞 所以這有時候 鄉鄉的差比較沒有 這是一個溝通的關係 所以你稍微知道一下 現在這個工藝出來 你有一條隔壁 你撈一片脈就好了 有人說要撈兩片 不必 其實七隔壁也是一片脈就夠 那片脈很漂亮 一片脈 當然那片脈如果不夠 你撈兩片脈 那一般是不必 他撈出來 撈出來之後 這個無形的脈都要撈 現在跟第一條隔壞加掉 在第一條隔壞 下的脈都可以把它加掉 就差不多八片脈都可以把它加掉 其中就是這個 所謂一般是賣 就是說隔壞 因為隔壞那麼大條 所以隔壞出來 比如說你如果是隔壞 隔壞也好 每一個脈出來如果有兩條 你都要撈一條隔壞 這兩條都賣水 你一定要犧牲一條隔壞 因為那兩條出來 四條的時候賣水 還有兩三天過 就兩條都賣壞 所以不必要去撈 所以我們一定要把它撈掉 這種叫做隔壞 其實就是撈一條 現在到館長差不多2200到2400的時候 頂上館長的館長 我才知道隔壞還比較高 沒有什麼意義 隔壞一般還是百七公分百八 因為我們還站在隔壞 所以隔壞就剛好 隔壞了 這樣隔壞 那個地方 如果隔壞了 我們就不必操作 所以把最尾 或木頂的 這個祖曼的隔壞 隔壞 隔壞 這個我們叫做 隔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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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隔壞很高 它就不讓它再一直寫 漸視 會稍微停 你的想法 如果從第八大開始 八到十 十二十三十四 十五十六 十七十七十九 二十二十二 這樣有幾百 24五百 這差不多14百 這14百 不需要十百九 比如說三百一條就好了 就五條 第五條隔壞 還有十五的隔壞 還有五條 那一張有幾條 這樣一人就萬一十條 這樣不夠多 很多了啦 如果一人萬一十條 就很可怕 所以不免去怕那個量 這樣一天萬一塊 一天萬一塊 這個情形是這樣的 所以你這個好好照顧 還來得及 這沒有關係 這是擁有的問題 因為會比較好 如果是炒大氣的 稍微炒一下 不用沒關係 因為如果是漏睡 轉過之後 有人是操大店的照顧 所以這個提供給你了解一下 好 來 6338601 6338601 老師看一下林甘偉的問題 林甘偉他問他是有關朝天礁的事情 他說他的朝天礁已經正了 但是呢 清楚 有圖片面上 黑黑黑的那是夜晚 那是在秋天呢 這段時間來種這個朝天礁 到底是不是 要注意什麼樣的這個白糖海 這是說在背景的管理方面 要注意什麼事情 包括他的香味 有炒大呢 其實這個朝天礁不太冷 所以一般我們在種這個辣椒 會稍微有一點點涼爽涼爽 有時候他山領的更加高 所以這應該是沒有什麼樣很大 這個問題 在這裡 他還是稍微溫暖乾燥 你不能聽到說這個溫暖乾燥 就說這樣他可能在這個辣椒內 很容易不見得 他太熱 也是站不住 這個辣椒管頂 因為這個可能進情的問題 所以感覺那個圖片 我還是沒有看到 可能這比較難洗 就是說很多 應該在我們進行一段時間 這個有一點點問題的累積 這在這裡跟我們幾位所有的好朋友 先說一聲抱歉 種這個辣椒 我們第一要去主演兩個問題 尤其是對糖來講 對於這個辣椒的一個冰蟲害管理 大概有兩個比較大的問題 這第一是這種這個夜蠻 夜蠻就是獨世長的時候 他這個蠻類的危害會比較嚴重 所以茶矽蠻 夜蠻 所以蠻蠻 你會看到他這樣黑鹽黑鹽這種 那如果是說看到黑點 黑點應該是這個牙蟲這種 如果你看到黑點應該是牙蟲 因為那個蠻類 就要特別特別 紅的紅的紅的 所以我們說紅蝶豬這種 有的青青叫青蝶豬 有的白白叫白蝶豬 因為他不一樣 這個年紀的時候 就表現出來 有時候看到的沒什麼一樣 如果你看到這個蠻蝶豬這種 黑黑就應該是這個頭牙這種的東西 因為這個夜蠻不一定 這個蠻蝶 還有一個就是 有一個黃黃黃黃黃黃黃的這種 這應該是這個二點夜蠻 有時候他這個也很難說 因為要看這個蠻蝶 因為你如果是夜蠻 通常是在老蝶 在老蝶的節節所在 你如果是在這個蠻蝶 都吸氣 有可能是 一點一點 很有可能就是這個蠻蟲 因為這個夜蠻 二點夜蠻 吸氣的時候 它有可能 所以如果是死氣 有可能是黑症 但是你如果看到它 黑黑的噴蟲 這種應該就是這個蠻蟲 如果是不噴蟲 這有可能是夜蠻 但是你看到的 不噴蟲是夜蠻 有可能你會看到 它的噴蟲的紅黃黃黃黃 所以這樣應該是知道 這個東西怎麼樣 這個都是很重要 我們的風提當然就是像 這個 沒有什麼薄薄 沒有什麼好的一個方法 這個油都有效 也可以說都沒有效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這個水 水一定要穿酒 全都夠淡 一半島南一出海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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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噴一噴一噴 其實我們發現 這個蟻蟲 南蟻蟲下去 這個紅蜘蛛也是很愛吃的 他就很願吃 他就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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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吃吃吃吃吃吃 所以這也是一個好的方法 所以你也可以南蚊酒 去爭 你只要有的就能提供給 different 情形ver的 這個在這裡讓你撒解一下 這個粉底 還有一個辣椒的辣椒 這可能要純小人的夏衛葉都會較高 這可能是異病 但是我覺得很有可能是被把它減掉 後來說你放肥料還是什麼樣子去檢查 所以我在看是這種看法 為什麼疫病這也是有可能 但是這個疫病現在這中天你若是沒落後 辣椒在床要到這個疫病不是沒有 其實不是那麼吃爛 所以我們看不出來說 這是這個疫病的關係 所以我們一般來說 我們可能在這個比較喜歡去注意到的這個地方 有的人會跟我們說 是不是這個蝦子會在炒打炒打 這不知道是不是這個白菌病 如果蝦子會跟白菌病 到到蝦子會炒打的時候 那張頭都看到寒白絲很明顯 你就知道這是白菌病 所以一般來說應該是這個 我感覺這是肥胸的一個問題 所以是不是最近有漏到什麼肥 還是說筋去炒掉 筋去炒掉 筋去炒掉 它就 這個水吃得不起來 所以這個蝦子會在蝦子裡 把他炒打去 所以這在這裡 我們就去聽眾朋友 就做一個參考 大概是這樣 如果這個比較不清楚 沒有了解這個地方 我們希望聽眾朋友 我們共同再來跟他做一個討論 好 好 來阿彬的問題 阿彬的問問老師是有關酪梨 酪梨的蝦子有彈簿咖啡咖啡咖啡好色 這是什麼種的狀況 這個蝦子的變色 就是說我們看到 這個酪梨 原來蝦子的蝦子 釋水沒有說很正常 在蝦子的這家 有稍微看到 它的蝦子 這樣 從蝦子均水三條三條 這類的質質性 目前這種蝦子 因為蝦子加起來 所以這個 沒有去看到 就是靜體界的這個情形 不過呢 以這個 現象來給他這個判斷 就是說 因為這個酪梨 我們好朋友要知道 就是說 他很多 有時候不見得是這個 他的蝦子 不見得就是說 這個蝦子 是什麼有時候 他喜歡蝦子 這種情形 這個蝦子 你看到 那是直接 這類的蝦子 一般來說 有可能是 那些蝦頭的地方 只是說 你蝦子這種 那些蝦子 這類的蝦子 去湯到 還是什麼 這應該是比較緊張 我會在蝦子 因為這 一般來說 比較老蝦 就比較難得到 這種 就是說 世長世長的時候 有一個 會對這種 類似疫病 這類的蝦子 所以蝦子 就這樣 超大超大 目前在 我們 種的 酪梨 裡面 很多 嚴重的時候 不是只有蝦子 連藏 都可能 會有 所以這種蝦子 在我們 酪梨的 三集裡面 算是一個 致命性 抵命性 的 傷害 所以 你可以去噴 噴 你說 我就不想用農藥 押磷酸青藥發脊 否則 你可以用 這種 新猛 押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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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 我是覺得 最灌灌的 有時候 藥先夾瘦 押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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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其實 要有一定的 好個 就是說 剛才在說的 這些藥裡面 都是 建議用藥 非推薦用藥 建議 是要補給你的建議 因為 洛梨並沒有人去定義 沒有登記 作物用藥在那個館長 所以 簡單說 你如果是去噴到這個藥 你是不是可以被接受 這有時候是我們要去 要去注意的解決所在 所以這比較難死 這有時候這也是難免 所以有什麼辦法在說 這對我們來說很重要 很多人說 放寬農藥使用 有時候 我們不知道要怎麼回答 所以你自己看著辦 自己看著辦 因為 目前來說 目前來說 是這種的 情形在 所以 應該是 這個 疫病 疫病 來改引起 所以這給你 稍微做一下 了解 目前 就是說 因為 這個藥也是很要緊 所以你沒有用也不可以 所以我們是會建議說 並說用這個 銅藥未打熱 這可能是 還可以被接受的 這個 這個用藥 還有一個 大概就這個用藥 可以稍微來幫你煮 還有一支藥 這要稍微注意一下 這大概我可以了解 是我們的情形 提供給你稍微知道 好 來 6338601 來 老師接著來看 這個 高欣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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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說他的頭刀 不知道是什麼樣的 這個堂海問題 一直這樣慢慢打死 另外就是 碰過 這個 有米索 如果 有交代 駿根駿 村外吃的經濟 是不是會一次還可以 收容 要怎麼保存 時間是多久 那如果是 有米索 之後 不可以 留在 一次來收容嗎 要可以保存多久 這個 要放多久 可能就是要看天氣 比如說 你像 這個 如果 簡單說 如果 這個 駿根駿 駿根駿去淋到 玉米蘇 那有水 駿根駿有 堵到有水 這通常 他的一個 好個就比較沒空 那樣好 所以一般來說 一般來說 我們是建議說 萬人 如果是 你就去營營 這盡量 可以去營營 那如果是說 譬如說 你經濟有部分 這個 玉米蘇 剩下是經濟 經濟 你把它拌一拌 拌一拌 拌一拌 因為用不完 用不完 你要放在那裡 口風 不要把它撕掉 明年再來 沒什麼要緊 但是你要把口風 口風不乾 因為你如果口風不乾 不乾 不可以拍一拌 因為這頭頭 如果是背後 還要拍一拌 這通常效果不好 這很早就用完 一拌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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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再放了 所以這頭頭 是這種的 經濟 所以 經濟當然可以 留在後一邊用 當然是 比較好 只是 你可能要把口風 口風不乾 也不可以拍一拌 這頭頭 如果背後 還要拍一拌 這手 這個效果不太好 我是覺得 那時候一定要把它拌正 這 撈下來 總是對時間的 一拌正 效果都不是很好 另外就是說 這個玉米樹 把它拌開 沒用完 你後來要用 不要把這個地方放 沒什麼要緊 這後一邊還要用 就好了 不要 不要放超過半年 因為 它的水 如果是比較薄 我們那個浪度 高 因為那個浪度很高 所以其他的 睡不一定 不一定 有辦法進去 但是你把他泡 薄薄 它會很痠 所以 效果就會變得比較壞 所以這裡可以 給朋友 先做一個 參考 我們聽見朋友 這個頭頭 紅色 然後 這個 枝架 這個枝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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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好朋友 聽到阿伯 講到這個枝枝 大概 心理上 就有一個 這個理解 這個枝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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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可能就是這個 這個枝枝枝 所以我們是這樣去判斷 所以通常我們會去 兩種 兩種的這個枝枝 做回來 做解枝 處理 所以到時候 我們會利用 這種枝枝枝 的一個枝枝 要配合 這個枝枝枝 這個枝枝枝 其實 這種東西都是這樣 這個 枝枝枝 枝枝枝 如果枝枝枝枝 這種灌腐病的效果 沒有說太好 但是呢 配分替咖啡 我們會去敲劑 這個敲敲 它比較不會吸漲 或是說 你用一普通 還是用腐絕 都會晒 但是呢 我是覺得說 如果是不定義 我們就 只好用盆 這樣 這樣 水泡比較淡 我們該於 原地是要用 這個 這個環境 環境的時候 這個問題就比較不會發生 這個灌腐病 這就是 在他的一個 這個效果出來 那時候 如果白天病 白天病可能 你會用一點點的 這個 因為就是 這個福多寧 還是這個 撲滅靈 撲滅靈是以後 還可以 撲滅靈可能 如果有看 你比較快的 把他轉轉 應該這兩種 夾在用 大概呢 這個問題 可以一定的 這個控制 這在這裡 給好朋友 少了解一下 好 來時間的關係 我們第一點 先測試 已經到這裡 待會咧 我們說過 接下來 以往繼續 我們第二點 進行 喜能報 結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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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